許多人早上一杯咖啡開啟忙碌的一天 超商紛紛祭出優惠 提高買氣 日前全家就推出APP預告咖啡半價優惠 卻有民眾計杯過期無法領怒告超商 民眾扣訴 去年用全家APP的麻衣送一優惠 四杯大杯美式只要九十元 他先兌換一杯 其他三杯選擇計杯 留著下次再換 不料十三天後 他到超商要換咖啡 卻被店員拒絕 理由是這個優惠必須在一週內兌換完畢 讓他怒告求商剩下三杯咖啡的五杯假金 再扣掉全家已經退款的四十五元 共六百三十元 卻被法院判定百訴 除非今天這個合約有顯示公平 才會違反消費者保護法 既然款項也退還給消費者 對消費者來講也沒有任何損失 認為這個合約是屬於一個公平的合約 全家超商主張消費者在結帳前 必須先閱讀消費者權益說明條款 上頭清楚寫著商品如果超過兌換期限 將用付款金額扣掉原價計算的 以兌換商品數才是最終退款金額 以這個個案來說 民眾付了九十元 扣掉兌換一杯咖啡四十五元 退款四十五元沒有問題 實際點開APP選擇類似咖啡優惠 十杯三百一十五元 也清楚標示兌換期限是兩個月 因此提醒民眾在消費前 還是要睜大眼睛看仔細 選擇適合自己的消費模式 才不會白白浪費金錢和時間 記者線紅如蔡海珊台北 此方報導